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美国最大的公司开始对人工智慧,AI感到担忧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美国前500大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现在认为 AI可能构成潜在风险,这个数字在短短两年内增加了五倍 那么,这些恐惧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来剖析这个问题 包括AI和技术高级顾问艾德里安、蒙克、科学和技术记者伊莱恩、伯克 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瑞、库珀 蒙克指出,AI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不稳定 还有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而伯克则强调,AI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 决策过程过于复杂和不透明,可能会引发法律和道德问题 库珀则从心理健康角度指出,AI的引入可能会增加员工的压力 和焦虑,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生产力和业绩 这些担忧并非起人忧天 像亚马逊和Facebook都曾因AI技术引发的问题遭受批评 总结来说,AI技术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 公司需要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道德和法律标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华尔街股市》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人工智慧,或称,AI究竟为何让许多美国最大的公司感到忧虑 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也是我们今天要详细剖析的重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来源 文章来自国际知名媒体LJZERO 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前500大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 人工智慧可能构成潜在风险 这个数字在短短两年内增加了5倍 显示出企业界对AI的担忧正在急剧上升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恐惧的驱动因素 LJZERO邀请了几位专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包括AI和技术高级顾问 前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 爱德里安 蒙克 科学和技术记者 及博客 Vortex Seek 主持人伊莱恩 博客 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组织心理学和健康教授 特许人士和发展学会会长凯瑞 库珀 首先 爱德里安 蒙克指出 AI的快速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让许多公司感到不安 公司们担心 AI技术的不断进步 可能会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 这不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除此之外 AI技术带来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也让人担忧 这些问题 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和业务 造成严重打击 其次 伊莱恩·伯克强调了 AI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问题 他指出 许多公司担心 AI系统的决策过程 过于复杂和不透明 难以理解和控制 这种不透明性 可能会导致决策错误 甚至引发法律和道德问题 例如在招聘过程中 AI系统可能会产生偏见 损害公司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目标 几年前 亚马逊的AI招聘系统 就因为性别偏见问题 而饱受批评 最终不得不停止使用这一系统 最后 凯瑞·库珀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 AI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他指出 AI的引入 可能会增加员工的压力和焦虑 特别是那些担心 自己工作被取代的人 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 可能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进而影响公司的 整体生产力和业绩 总的来说 这些专家一致认为 虽然 AI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 但其快速发展 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和风险 公司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来应对这些挑战 包括加强数据隐私和安全措施 提高AI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并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 让我们具体看看这些担忧 并非空学来风的几个实例 亚马逊曾因其 AI招聘系统存在性别偏见问题 而受到广泛批评 该系统在筛选简历时 对女性候选人存在明显的歧视 最终 亚马逊不得不停止使用这一系统 并重新审视其AI技术的应用 此外 Facebook也曾因其 AI算法推送不当内容 而陷入争议 这些事件表明 AI技术在实际应用中 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 需要公司和社会 共同努力来解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尽管AI技术 带来了各种风险 但它也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 如果公司能够有效管理这些风险 AI可以显著提高运营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例如医疗行业可以利用AI进行疾病预测 和个性化治疗 金融行业可以通过 AI实现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公司需要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 技术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至关重要 企业应当确保 AI系统的决策过程是透明的 并能被理解和解释 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信任 还能在发生问题时 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其次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公司需要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和保护政策 确保用户数据不被滥用 同时 企业还需关注AI带来的伦理问题 确保AI应用符合道德和法律标准 最后 企业应当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 AI技术的引入 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员工的焦虑和不安 企业需要采取措施 缓解这种压力 例如通过培训和再教育计划 帮助员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等 总的来说 AI技术的迅猛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公司需要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 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道德和法律标准 并关注员工和社会的福祉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技术变革中 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讨论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AI技术的潜在影响 以及面对这些挑战的应对策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人工智慧 AI确实对企业构成了潜在风险 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机遇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 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伴随着恐惧 但事实证明这些技术最终 都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例如 早期的自动化技术 曾引发大规模失业恐慌 但最终自动化创造了更多 更高质量的工作机会 AI也不例外 公司应该拥抱这一技术 找到平衡点 而非一味担忧和抵制 楚天书 你这有点过于乐观了吧 亚马逊和Facebook的例子 正好证明了AI的潜在风险 亚马逊的AI招聘系统因 性别偏见问题受到批评 Facebook的AI算法因推送不当内容而陷入争议 这些都不是小问题 而是涉及到伦理和法律的深层次挑战 你所说的平衡点要怎么找到 我们不能拿人们的工作和社会稳定来冒这个险 谢奇奇 这些例子固然存在问题 但这只是AI发展出奇的一些挫折 并非无法克服的障碍 事实上 亚马逊和Facebook都在积极改进他们的AI系统 AI的应用可以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甚至帮助我们解决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难题 就像电灯刚发明时 也曾有人担心它会引发火灾 但最终它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有信心 AI的未来会更好 楚天书 你好比了一个电灯 要知道 电灯不会自主学习 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更不会对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构成威胁 AI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不可预测性 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2016年 微软的聊天机器人 贴在短短一天内 变成了一个充满仇恨言论的AI怪物 这样的风险我们能承担吗 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管和法律框架来确保AI的安全应用 而不是一昧追求效率和成本的降低 解其其我们无法否认AI技术带来的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展应该被全面遏制 相反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些挑战 就像汽车发明初期也曾引发安全问题 最终通过法律和技术改进 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AI也需要类似的监管和技术进步 况且 AI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用 已经显示了其巨大的潜力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楚天书 你提到的医疗和教育领域确实有潜力 但这不能掩盖AI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我们需要先有明确的监管框架和伦理标准 才能逐步推动AI的应用 否则 就像放任一匹不受控制的野马 我们最终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再说 你提到的那些技术进步 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研究 才能真正让AI成为造福人类的技术 而不是灾难的源头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